好好的新能源汽车就成废铁 甚至烧得连汇没了 5月1日 广东某高速路段 生起了浓浓的黑烟 路上行驶的车辆都惊呆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往前行驶一看 居然是一个拉车的平板货车 整个车身燃起了熊熊大火 不知道是自然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再贴连一看 上面还有许多的新能源汽车 正在被火焰所吞没 一个接着一个 现场霹雳啪了 燃烧的爆炸声不断 情况十分的危险 旁边路过的车辆也是快速的驶过 避免自身受到波及 据说被烧的汽车是比亚迪海鸥 希望下次他们能够 对平板货车的安全问题多加防控 防止类似情况再度发生 也希望此次事故没有人员伤亡 最新消息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最新消息 完蛋了完蛋了 最新消息 第一时间 火星铃现场 海底卢 我们拜拜 中文字幕 李宗盛